政府在明年度财案拨款十一令期 落实昌明社会繁荣项目 推动乡区发展 首相拿东西里安华强调 这个项目不会落下任何一个村庄 同时强调拨款发下去后 负责单位必须善用款项 不能有一丝披露 首相安华今天旋风市造访霹雳 在萧山出席活动时 提供了昌明社区繁荣项目的更多细节 他指出这一项十亿令吉的项目 不会落下任何一个村庄 每个乡村都会获得五万到十万令吉的拨款 以推动乡区发展 安华坦言虽然没办法让所有乡村 同步执行这个计划 但他会把任务交给负责单位 各个乡村的委员会 村长 青年和妇女组织 以及清真寺委员会 都能利用这笔钱来进行各种项目 为村民谋福利 他举例 村民代表可以用这笔钱 来购买拖拉机或无人机 推动农业 无论怎样动用资金都好 必须是为社区谋福利 绝不能擅自动用这笔款项 更不能出现任何披露或谈不 sejati madan ni jangan lupa 安华强调政府努力协助人民脱贫 今年内已经让一万五千户家庭摆脱赤贫 首相承认 即使政府努力扶贫 但还是有新的家庭陷入赤贫泥沼 而当局准备好透过各种方法 改善这些贫困群体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